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像一阵风 划过我心间 戴的往往 你就在灯火阑升 有一种情 最好谁不再见 岁月辽阔 支撑终究是在天涯 剪不断 这无休的牵挂 回不下 那纠缠的誓言 时间自由转说 是你我今宿电话 时光不停流转 发展画里的冒险 情愿反转 共一生不及明天 留下印在手心 没一起 影着这一段情 笑容 现在如果就死了 我最恨的 就是没能嫁给你 别胡说 哪里不是的 我 我这就娶你 有你这句话 我就够了 孝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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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一 是真的对你好 他是真的爱你 我们看到他 每日每夜地在想你 你每上爱他一次 他虽然表面上不说 可是他却痛彻心扉 我们这些外人看了 都好难过 金旭姐姐 你就原来二爷一次 你 你是我最好的姐姐 我想你可以幸福 我不想看到你跟我一样 没能够跟自己最心爱的人 在你 小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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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岚死了 我没有想过 我当初回到上海 却要眼睁睁地 看着小岚死在我面前 今天死的是小岚 下一刻可能就是你 就是我 人命在这世道上 本来就不堪一击 分秒之间 就可能生死两个 我不想像小岚一样 留下遗憾 锦绣 你明明还爱着我 为什么非要把我推开 我们之间加着仇恨 带着人命 我们之间永远有一条 没有办法跨越的鸿沟 我爱你又能怎么样 不管是多大的鸿沟 为了你 我都会努力把他跨过去 可是你要告诉我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记得五年前的重阳 你人在哪里 做过什么事 五年前的重阳 那一天你在镇江 你派人杀了一户姓荣的医生世家 那是我的家 我爹 我娘 全都死在同一天 你就是我的灭门仇人 不可能 我绝对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件 五年前的重阳 我确实去过镇江 也去过荣府 但我是为了求要 我绝对没有杀过一个人 这是谁告诉你的 你不用再狡辩了 这是程老九和前田先生 亲口告诉我的 如果是前田告诉你的 我想我已经明白 是怎么回事了 照片上的人是日本间谍 吉野玉行 他怎么会跟前田龙一在一起 还记得一周前 你们有一次跟踪吉野的任务 当时跟踪拍照的人被杀了 可是相机却不见了 于是秦浩托我找相机 昨天晚上 我的人在黑市上找到了 而这些照片 就是从这相机里洗出来的 快 上车 我记得 藏库外 坐在车上 就那个日本女人的 就是前田龙一 秦浩托一直在刻意接近你 从一开始我就很讨厌他 让你离他远一点 陷害我的人就是秦浩托一 杨子他回来了 他回来了你知道吗 他居然对我开枪 他为什么对我这么残忍 我能问你话 你听到没有 你回答我 你回答我呀 他不该对你开枪 都是他的错 是他的错 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的 你再敢说他 我就杀了你 前田龙一说的话都是在撒谎 因为那天跟你在教堂会面 接收金槐表的人不是他 而是我 所以是你搅拌了神父 教堂那件事我哥出资 所以一开始 我把神父给支开了 换上了他的衣服 并在告诫室的门上 发现了跟金表一样的图案 就当你过来了 但之后日本人来了 逃跑的时候把表给丢了 最终我也没拿到 当年在怀表里面 隐藏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记迷 日本人派出了一个小分队 追到了镇家 就是为了要拿到这块怀表 或许因为怀表 不是落入了你们荣家 日本人为了隐藏这件事 才是你们荣家遭到命运之灾 二爷 没人了 前天龙一可能提前得到消息 跑掉了 全城搜捕前天龙一 无论死活皆有重伤 是 小兰的东西都收拾好了 收拾好了 怪我 如果早点知道你们的心意 就可以早做安排 二爷 这个不怪你 要怪 就怪我跟小兰没有缘分 二爷 恐怕 今后我不能再帮你做事了 我知道 自从我退缺的那一天开始 我就是一个废人 你一直把我留在身边 把我当个兄弟 也不过是可怜我 我再在黄埔商会 只不过是个累赘 是个包袱 我不想拖累兄弟们 现在小兰不在了 我没有理由 再留在宁愿了 陶海 你是我的兄弟 你是一辈子的兄弟 永远都不会是我的累赘 有数人 老板 我さ别拖累 我先拖累 这也会不会是我的 你为什么要临 和我 我 我 在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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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